大家好 这里是最好话批评书 吐功中国天天在那里喊要统一祖国 要解放台湾 还说要让台湾人民过上大楼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据说正在调兵浅江 最近终于出台了一个北京的很多个操了 也没有说到终极绝杀 就是对台湾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全面的管制终极绝杀 堪比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一个终极绝杀 搞了这么一个事情 包子的叫做什么 人家是什么 叫做什么马上之国 他是一银之国 过罪腕影 终极绝杀 干了一条什么事呢 我们来分享一下 今天说这个事情特别好玩 说这个叫做什么 对于很多个台湾的极少数的台独分子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要实行一个终极的惩戒措施 知道吧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一到中国来 我立马把你抓住 就这么简单 立马把你送进监狱 你在中国的财产 我立马跟你剥夺 你在中国的小三小老婆 我立马跟你社会国有 让席包子睡觉 哎 反正就是很吓人 你知道吧 感觉到这个在这个终极绝杀面前 这个台湾的一些游戏的人 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那必须要向西包子示好啊 要赶紧承认错误 否则的话完了啊 真的很有意思啊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 看看他怎么说的 说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啊 今天呢 响应习主席的号召啊 做了这么一个冬季的这么一个绝杀令啊 就一段时期以来啊 有那么几个人点了几个名啊 这个苏贞昌 哎呦哎 苏贞昌啊 苏贞昌老师 我很喜欢他 因为我是我们苏家人 这是迄今为止 我们苏家人当官 当了最大的啊 这个最大的官 哎好听啊 好 第二个游戏什么 这个字不认识啊 游戏应该念 你西包子看见这个字 估计都都都都都都发毛了 这台湾人也推有文化了 是吧 就游戏是游戏方还是游戏土啊 还是游戏方方啊 是不是啊 这台湾人太有文化了 这个不像话啊 应该是念坤吧 游戏坤 这个西包子怪不得要解放台湾 是因为看不管台湾人搞这么复杂 应该搞一个什么游戏国 是吧 或者是游爱国 多好啊 搞什么游戏坤 不是游戏方方 游戏土 啊 真的是 还有一个一个字 也不认识啊 还有一个人叫吴钊什么 这个钊子应该认识的 为什么啊 这个钊子一般的像西包子这个人 他也是不认识的 但是中共的历史上面出了一个重流氓 叫李大钊 知道吧 哎 估计这个字 很多人都是啊 他说吴钊什么 哎呦这个字是念虎呢 还是念念呢 还是念什么呢 还是念幼呢 哎呦 台湾人太有文化了 应该是念谢啊 念谢 开玩笑啊 我们给西包子当回老师啊 吴钊谢 说一段时间以来 苏真昌游戏坤吴钊谢 等纪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极力煽动两岸对于恶意攻击 污蔑大陆 目睹严行恶劣 勾结外国实力分裂国家 严重破坏两岸关系 严重危害台海国民问题 严重损害两岸 红包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大楼方面依法在 对这帮家伙啊 实行一种所谓的清单在列的最终极的惩戒措施啊 禁止其本人其家属进入大楼香港澳门新人特别区 限制其观念机构与大楼有关组织和个人进行合作 绝不允许其观念企业和金主在大楼谋利益 采取其他必要的承接措施 我们正高台独的亡国分子 凡是苏典王族 背叛族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就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人民的脱协和历史的审判 大楼方面将依法对台独亡国分子追求行事责任 而且终身有效 哎呦吓死个人 我读的时候 我浑身都是瞎着弹痛啊 不得了的事情啊 我告诉你啊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去开玩笑啊 我们赶紧开了个北京中南海下水道的会议啊 话说的这么狠啊 而且都点名了啊 尤其是苏老师啊 苏家的老师啊 苏苏苏珍长老师 游老师有希坤老师 吴钊鞋老师 哎呀你们这些个人啊 苏珍昌还好啊 尤其是后面两个人啊 你们这个名字搞这么复杂 你是欺负中国 中国的这个习近平没王化啊 你蓄意 你是这种蓄意的这个分裂祖国啊 中国大陆的人的名字没这么复杂 中国大陆的名字就是 就是 就你看就那些个名字 李克强啊 李克强啊 你看他没有啊 这个是汪洋啊 这名字是吧 就是这个东西啊 邓小平 哎呀 邓小平 你看他没有啊 挺有意思的啊 什么游希坤 吴钊燮 名字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啊 不像话啊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 开玩笑啊 说这个 把话说到这么狠 就指明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 中国的韭菜们千呼万唤啊 等待花儿也谢了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 冬季到台北去看雨的这场战斗啊 这场解放战争呢 不会打了 啊 这就是最终极的啊 就是包子林都说了指示了啊 军队说要请战 包子林没上当 哎呦 说了一定要学习中国的孙子兵法 学习中国的什么什么 这个那个的兵法 各种兵法 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打什么打 打 不像话啊 普京总统都说了啊 解放台湾统一台湾啊 不需要打仗 不需要打仗 人家就是说这个什么 说你中国大陆你搞的像台湾一样的 有民主选举了 是吧 有市场经济了 老百姓有自由了 你这个时候台湾的老百姓那么多 个个都说中文 你不想统一 你不让他统一 他都要跑回来 要要跟你统一 知道吧 是这种说法 说是但是 呃 习近平据说不是怎么说的 习近平说中国啊 这么厉害了 我的国 中国到处这个输入这个输出这个所谓的软实力 中国到处输出这个武汉病毒 所以台湾人呢 觉得中国太厉害了 知道吧 一定会渴望祖国统一 一定会想回来打中国产的国产疫苗 吃中药搞各种 你说是不是很多个措施啊 但是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开玩就快开玩笑啊 就是啊 随着这个国台办的这个发言人呢 这个就这么坑腔有力的啊 吓得是让人淡痛的这些话出现以后呢 基本上就可以肯定的说啊 啊 冬季不会去台北看雨了 因为下面还有一句话啊 你会哭的啊 不要去啊 昨天我们也也也也也也做了一些节目吧 就讲说这个打台湾没那么容易啊 不要想多了啊 而且美国人呢 那是韩国人日本人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 这事不是一般的事啊 我们说过无数次 包子力不傻的啊 包子力这个人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农业啊 保住他的老婆和女儿全家的性命 他没那么傻 中共也就是在国内欺负欺负老百姓而已啊 他是不可能的 关键是他说的很好笑 知道吧 你搞这些东西没意思 你搞这些东西 比比比制裁美国的什么蓬佩奥啊 什么什么南瓦罗更没意思知道吧 真的更没意思 你说这个苏贞昌 游锡坤 吴钊燮 这么一批优秀的华人政治家啊 这是真正的优秀的 我跟你讲啊 我一说的这优秀 我又花又又呱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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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特别多 中国的上下5000年第一优秀的人是宋美宁啊 我跟你说 这个人是不得了的人啊 宋美宁的妈是我称之为是圣经传统意义上的 有个有本书叫路德记啊 路德记的里面的路德是一个女的啊 是吧 宋美宁的妈 尼贵珍是这个谁 是这个 徐光启的后这个这个什么后人 了不得的事情我跟你说 然后中国的上下5000年第一伟大政治家是 李登辉老师 李登辉我跟你说 绝对人 现在的民主党那边有些个人啊 他当然没有点蔡英文的名啊 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苏贞昌老师 苏贞昌 尤希昌我不大了解啊 吴钊燮外交部长吧应该是 那至少是苏贞昌绝对是紧跟着这个李登辉之后的啊 我们苏家的这个伟大的政治家 那个习宝子这种孙子啊 跟他跟他提鞋都不配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讲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你 你说什么呢 不准其本人机家属进入大陆香港 谁稀罕你进入你的大陆香港有病啊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开什么国家 还限制观念机构 与大陆有关的组织 个人进行合作 不准在大陆谋逆 你那麽的自己 裤子都快没了 都穷了个要死 到处都有人失业 你以为呢 你以为人人都像都都像中共那些 中国的那些官员一样的是不是 有奶就是娘呢 没那么简单 人家人家苏贞昌那口才了得啊 那光辉形象那不得了我跟你讲 好好的很 真正熟点王族背叛祖国分立国家是共产党 你说北边这个这个俄罗斯抢走的中国多少土力呢 台湾人的地图跟跟中国的那帮孙子画的地图都不一样 台湾的地图是像一片树叶 知道吧 什么枫野国 台湾 中国的地图在台湾人的眼里 但是一片树 一片美丽的东方树叶 知道吧 现在呢 这个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上去像什么 像一只鸡 像一只他们的随时准备这个卖银的鸡 真是不像话 你说这个中国这么好一个国家 你是苏俄的是一个一个小跟皮虫 知道吧 你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分支机构 那中台湾人那绝聚妥妥妥妥妥妥的啊 那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这个伟大的保存者啊 那星火相传中国文化 虽然我经常说中国文化 哎呀 但是星火相传的了不起的人物 就是台湾的这一系列优秀的人物啊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是苏联妄妥妥 这帮东西真是下地狱 谢谢大家